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茶经节目 圣言圣宴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松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原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若飞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 透过良友所自播的 圣言圣言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进入到 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段 是从三十六节到五十节 那么按惯例呢 我们会用轮读的方式 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遍 之后我们进行下面的观察 解释以及应用 由我先来念 我们要读的是 路加福音七章 三十六节到五十节的经文 我来念七章 三十六节的经文这样说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她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她的脚哭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她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 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她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她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尽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性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讲述的是 一个有罪的女人得到赦免了 但是很遗憾的 有人不开心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时间地点人物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去他家作息 可是法利赛人不是很讨厌耶稣吗 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呢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 可能心里面有一种诡计 或者有一种打算 从对话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有很多的不热情招待的 明显的动作 还有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法利赛人名字叫什么 西门 因为后面有叫他名字 对不对 好 有一个问题出现 可能我们平常在查不知道 其实在福音书里面 也有经文记载 有另外一个女人 我讲另外一个女人 所以不是同一个 有另外一个女人 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她也高耶稣 绝对不是这个女人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个当然是她是高在头上 那也插了耶稣的脚 可是那是在耶稣受难之前两天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女人 跑去她家里 对不对 应该是 为什么她进去的时候 她没有为耶稣 预备洗脚的水 好 这就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从这些背景来看到 法利赛人西门 是不怀豪意的 她既然邀请耶稣 到他们家去做洗 礼貌上要接待她 要洗脚 要清水 这不是都是他们的 基本的礼貌 对 就是见了面 或是热情款待 贵宾来了 应该是这样 可是你看她就刻意的忽略了这些事 所以耶稣后面就相对的提出来 告诉这西门 你的欠缺在哪里 另外呢 我们要有一个背景 大概可以知道 不然的话就觉得 贸贸然怎么会有个 有罪的女人跑出来 难道是这个西门事前约好的 找这个女的来 特别是有罪的女人 要来陷害耶稣吗 应该不是 而是在当时呢 他们有钱人请吃饭的时候 特别是请到贵客的时候 他们会开放的 让周遭的或村子的人知道说 哇 这家人请到贵宾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旁观 对对对 不是都可以去吃饭 那这样不得了 那至少可以去看热闹 大家都会知道 有贵客来去看看 以前在早期 这个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哇 谁家请客吃饭 我们这小孩子都会跑去看一下的 哇 他们家有谁啊 什么东西的 所以在当时 他们是有一种开放性的 让周遭人可以来看到这个贵宾 这个时候 这一个有罪的女人 就有机会进到他们家里面 不然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不要误会说 是这个法利赛人 刻意安排一个有罪女人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坏 那是够坏了 这个法利赛人 就是他知道这个女人是有问题的 他想说耶稣 你是先知 虽然你不是我们同一个城里面 同一个村子的 但你应该要拒绝 为什么 跟有罪的人牵扯在一起 你就变成被误会了 被污染了 可是没想到 耶稣竟然一路的都接受 这个女人的又差 又怎么样的 都没有讲话 这个法利赛人心里在低估 耶稣当然知道他的问题 所以在经文里面说 耶稣知道这个人 心里面在想什么的 耶稣就直接问他说 我有句话要问你 就点破他心里面的疑问 这里面我们看到 耶稣用一个比喻 这在当时确实是可能发生的 因为摩西的律法 有时候要免去人的债 那这里面他用的很特别 一个是欠五十两 一个是欠五两 对我们今天来讲 五块钱可能算不了什么 但是如果想如果说是五万块 一个是五十万 大概就比较能够认知了 比较有点感受了 对不对 如果五块钱那就算了 反正不要白不要 就没什么差别 可是你会发觉 如果是五十万跟五万 那已经欠五万可以不用还 也觉得蛮不错的了 现在问题来了 一个是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是欠五两银子的 两个都被免的时候 耶稣就问西门说 哪一个人反应比较好 当然是不用还五十万的反应比较好了 在我们讲到这个经历的时候 你会发现换成是我的话 我会有反应 我早知道我就欠五百万 就换就早知道可以免的话 我就欠他五百两 对这才五十两 可是你又不知道人家到时候会免你的债 对这是重点 对对 其实负债某一个程度来讲 其实是一个担值 绝对不舒服的 那现在就算是五两不用还 五万块不用还 也是一种什么恩典嘛 对 好 可是因为跟别人比较就不舒服了 如果没有那个五十两的人被赦免 五两被赦免的人还是很开心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耶稣就借这个例子来告诉那个西门说 你没有像这个女人 有罪的女人这么感恩 因为你不觉得得到了那么多的恩典 这就是这个女人之所以为什么反应那么的激烈 或者说反应的那么深的来到主的面前 献上他所拥有的 这是因为他感受到神的爱 而西门呢 西门没有 他甚至请耶稣来 他也是随随便便的 不怀好意 该洗脚的也没洗 该清嘴的也没清嘴 好像要看他笑话的那种感觉 可能就请他来吃饭 看看有什么漏洞 或是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还说不定批评他 就像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出现了 逮到机会责备他 好 所以这是心态上面的感受性的问题 但是耶稣不仅仅要显出这个有罪的女人的爱 他甚至对这个女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对 因为他其实已经感受到主的爱了 现在主在加倍的给他就是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 其实有人会责备他的 因为他是有罪的女人 你在这个公开场合之下还出现 还做这种事情 大家都可以责备他 但耶稣讲了这句话 真的是不仅仅肯定他的做法 而且给他更好的一个祝福 就是他最得色了 而且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去 这很棒啊 对不对 所以要确定这个女人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但是她却是蒙恩典的一个得赦罪的女人 好 很快的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观察解释 那么两位同工就这一个事件当中 这一段经文有什么样生活上的体验跟应用呢 我看到这个女人的行为啊 我会去反省说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对待耶稣 因为这个女人她不在乎自己在这个场合出现 是不是会被嘲弄或是被责骂 她还是很特地的要来找耶稣 然后特地带着层香膏的玉瓶要来献上给耶稣 她不会去计较说她为耶稣付上多大的代价 而且她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她就挨着耶稣的脚哭 然后她的眼泪还湿了耶稣的脚 我想她一定是把心里面很深很深的情绪都倾诉给耶稣 虽然她没有用讲的 但是她的眼泪已经好像在倾诉了她的心声 我想不要说挨着耶稣的脚哭 如果我们要到耶稣的怀里哭 我想耶稣一定也很乐意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心里面最深的那些情感 最深的那些可能是过往的一些伤害 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 难过的事情通通都跟耶稣说 我想那是一种很美很美的关系 我曾经有听过一句话说 你认识一个人多深 你对他的爱才能够有多深 反过来说 我们愿意向耶稣敞开多深 才是愿意让耶稣爱我们多深 这是很真实的一种生活的体验 虽然我们不一定有像这个女人有那么多的罪 说不定我们早知道我们就欠五百万五百两 可是真的我们不管欠多少总是得到赦免 要有那种反馈 要一种感恩的心 好来若飞 我是看到耶稣跟西门的这个对话 然后看到耶稣的比喻 就是比喻这个债主 有人欠他五十两跟欠五两银子 那我就在想说 前面也有讲到就是 当那个女人来的时候 那个西门心里就在想说 她想看看耶稣会怎么做 我就想说我的时候我自己好像也有西门这种心态 就是我真的也会去比较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 这个姐妹为什么她有这么多的恩典 这个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这些就没有临到我的身上 或者是我时候我会想说 好这个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 虽然我祷告 那我也想要看看上帝会怎么去成就她 那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有像西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真的是很不好耶 真的就像刚刚的分享 就是如果知道神的爱有多深 那就知道自己有多少的恩典 上帝是多爱你 是 所以就真的不要比较 若非就感觉自己是比较欠的少的 是欠的无量的 但还是要感恩 真的 我们不管欠多欠少总是欠 而且是没有能力偿还 主都帮我们偿还 这是恩典 所以让我们存感恩的心来领受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背景 神都接纳我们 好 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 特别是也让神的话语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若飞 愿神称宁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祢的花语就如同不窒息的感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